巴匪紫爵 巴匪紫爵 接著 科莫多島 這些已經是外檔 作育英才進入 最後一集應該是外檔那一集 蘭露虎來的 今晚尾場賽事 天四米的樣菜 航空樣菜 雷死步,準備 十七匹 好,一起步 出得快一點 在內檔那邊一直跳出來 大名 接著出來的馬 還有在中檔 這隻是炎湖成仙 外檔近來就心存希望 外面是法式飛進 大外檔那邊蘭露虎也不慢 夾著中間作育英才 加登精選要先抽 埋難那邊還有小黃柱 後些位置是豐富早餐 接著他的馬還有花旗人 然後他在外檔那邊 才見到後續風險馬群的中間 最後一陣馬 撞來撞去伊桑樂鎮 科莫多島 然後才見到新的使命 暫時電後就巴匪指著 當得比較厚 這時候已經差不多到尾 差不多進入直路的時候 前面帶頭 心存希望帶出了多少 接著他進來是伊桑樂鎮 內檔那邊有大名 這幾匹比較前 然後遮住馬就炎湖成 走到內檔的小黃柱 走到馬群中間豐富早餐 放在內蘭位置上 還有花旗人 蘇明龍都上來 在外檔上來的馬還有作育英才 進來就有三百米範圍 前面的形勢變了 作育英才先出來 花旗人都現身 外檔上來的馬後續風險 中間還有炎湖成 最後百多米後 前面豐富早餐的時候上來 然後他就炎湖成 外檔上來 還有花旗人 那一名豐富早餐 看來先到 炎湖成第二 第三名應該才是花旗人 第四名看看是否後續風險 看來是否花旗人 好,過了中間先看看 一、兩節差不多是彩衣 要看看花旗人還是豐富早餐 內檔 看來是花旗人 不好意思 花旗人之真 炎湖成第二 第三才是豐富早餐 第四是後續風險 差不多 兩隻都灰馬 兩隻都灰馬 好了,結果花旗人贏 他的獨勝是8.5倍 上場就真的 太塞了 太塞了 daí 所以人生很可愛 兩隻都別一泊 一泊一泊 他一泊一泊 但他們這次又一起進來 就是說他 Radio 都已經一泊 對��이 阿 etin 蘇敏倫似乎的尺度就好一點 因為他早段是頗厚的 兩次走內蕩都是他的馬得 萬家燈火,花旗仁 他選到裡面最好的那條 結果他就把握了 蘇敏倫就贏了尾上 炎湖城這場是好東西 繼續跑到來 炎湖城跟上場有點不同 他會忍耐久一點 上場是先出來的那一隻 其實是好演的 他真的純粹是同一件賽衣 整條好像風機賽帶 兩隻都敷衍 還有其實號報也有看 兩個都是一個勾 所以就比較難 沒有又沒有不同 一條帶 坦白說炮鷹的時候 你都不會過眼 現場就會容易一點 現場會比較近 但電視就會比較難一點 我又怎樣也好 花旗仁 是吧 想不到他一隊都會回來 其實你看到每個鬥人 最忍不住的 踩先那隻 結果就輸了 就是蔡英才 整排隊都捕捉 我也要出來 真的捱不到四百 出來一網空就沒有了 有權三和九一齊回來 長馬有權一齊回來 他的耐性最差 原來是巴道 巴道在香港跑 你不可以這樣忍 香港就要先走 結果蘇明倫贏了美場賽事 有花旗仁 暫定的賽果已經有了 S1第五場賽事 贏馬的就是九號碼的花旗仁 第二名就是四號的鹽湖城 第三就是五號的豐富早餐 而跑到四號就是八號碼的後續風險 其實也很近 頭四名也很近 關鍵就是誰忍得都很低 真的 其實巴道在五百米已經移出來動手 變得那裡真的早了一點 他過了那條三處沒多久 那裡是六百米 蘇明倫是逐步的 三百就慢慢移前一點 接著又再上一點 而且他不用想 蘇明倫在裡面一直等 他只有一個位 但是巴道又怕 如果你不出來 開面一點就蓋上來 那又怎樣 所以有時就是一線之差 真的 都沒得說了 我覺得他跑得沒甚麼錯 我根本兩隻都喜歡 三龍九 你一說 我一說 他沒有跑錯 但是就沒辦法 這些又是制宇 結果蘇明倫 剛才就萬加燈火 不得這場補回數 果然1400米 他挺厲害 兩場在一起 那這隻上次是慘的 看著他都不妨礙 好了 這時候也有這個暫定的派彩 先看連贏位 四搭狗派389元 三重彩 9號4號5號順序 派到17556元 單T459 3044元 另外這個位置Q 四搭狗派167元 五搭狗派315.5元 四搭狗派300.05元 4連環4號5號8號9號 派2606元 四重彩順序 9號4號5號8號 派66476元